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深的粉丝们欣喜若狂 留言信息量瞬间爆棚 有的粉丝表示对周深妈妈的祝福和关心 有的粉丝为周深能在演唱会上与妈妈同台感到开心 这些留言信息流露出的真挚情感和热情 足以证明周深在粉丝心中的地位和他对粉丝们的号召力 周深的这次举动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官宣 更是对亲情的一次宣扬 对母爱的一次感恩 他的行动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母亲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也让我们更加珍惜与母亲在一起的时光 周深在这次官宣之后 无疑将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他的这场演唱会不仅是一场音乐盛宴 更是一次亲情与感动的交织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 我们将与周深一起分享这份喜悦和感动 感受音乐和亲情的独特魅力 周深的童年去世 从留守儿童到当红歌手一直未变的普质真诚 1992年周深出生在湖南邵阳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为了生计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他只能和比自己大五岁的姐姐相依为命 彼此照顾 村里不通自来水 姐弟俩要挑水食材 种菜 弄猪食 亲戚住得远 每隔三四个月会给他们送几枚鸡蛋过来 童年的记忆中 周深过着每年春节和父母团聚一次的生活 等曾是周深青少年时代的主题 某次采访中周深说 我们那个时候就只要吃饱饭就很开心 每天我们家的鸡 只要他愿意下蛋 我就会亲他一口 我们今天就有鸡蛋吃了 我们就可以打开炒一炒 切一半 跟姐姐一人一半 我们今天有鸡蛋吃 那可是很厉害的 去朋友家玩 哇 你们家有客厅 你们家有凳子 这都是我的童年 你们家有电视 很小很小的时候 周深家取暖水 家里烧煤 然后晚上都要在上面放壶水的那种 然后长大了点 就买了插电的那种 一个被子盖上去 根本不想出去 比被窝都暖过 童年时 庄稼收割后 留下一个个泥泞的坑 周深喜欢 故意把脚踩下去 然后被大人拔出来的那种愉悦 他唯一害怕脚拔不出来是遇到蛇 当地流传一则迷信 说人遇到蛇如何脱险 你站起来或者是举起锄头 比它直起来高 它就不敢咬你 有次周深真的遇到了一条蛇 那条蛇竖起来跟我差不多高 我好害怕 他回忆 自己当时拿起旁边的东西举着 蛇也没有跑 周深的微博问粉丝 你们有被蛇追过吗 我小时候被蛇追了一条街 然后他还追上我了 因为我累了 问题是那只蛇追上我之后 咬了我一下就走了 所以从小就明白一句话 你有事吗 所以啊 别再说追我了 因为你说这句话 我只会把你当成一只蛇 你们才不是宠蛇 你们是蛇心 这一楼的谐音梗 我要死了 哈哈 你们真的是够了 周深的微博 真的是太有梗 太欢乐了 心情不好的时候 去看一看 能够治愈一天的好心情 小时候虽然没有被蛇追过 但是被公鸡追过 拼命跑 最后还是被他给追上 而且还被咬了一口 这简直就是童年的阴影 周深说 要善于捕捉生活的美好 小时候下雨天没有伞 有个塑料袋 暂时套在头上 危险动作也是快乐的 美好一直在 小时候的周深 是个没什么梦想 想补课 想学才艺 爸爸妈妈都不让的人 不过到现在反而感觉还活得挺开心的 没啥后悔的事 深爸 深妈现在倒是一直 后悔 小时候啊 没给他补钙 周深回答 妈 我天天吃钙 也没啥用吧 你看看我爸的个子 深爸 嗯 也一回周深的微博评论区 有个粉丝发了个表情 周深回复 哈哈 这表情让我想起 小时候每次快过年 我爸妈就会买一些糖 然后锁他们房间里 我就会从门上的窗爬进去 偷糖吃 然后有一次啊 出不来了 就索性在里边看电视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过了非常开心的一天 小时候周深和小朋友在小月玩 有块玻璃被打碎了 小朋友非说是周深打碎的 深爸也说你打碎了 你说我帮你赔 因为深爸只是听别人说 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周深说就不是我打碎的 说完打碎了 另一块说 爸这块是我打碎的 你赔这一块 那块就不是我打碎的 后来采访中周深说 当时的性格就是比较暴躁 也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成长过程 所以慢慢的就会想得到更多一点 会想着去照顾别人 越来越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以前有个性 现在又温馨又体贴的周深 而且这不是暴躁 而是政治要强的孩子 在被周围人冤屈时 宣陷内心的不满 从这些事情 也可以看得出周深一直 都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并且可以坚持自己观点的人 包括坚持唱歌这件事 直到小学三年级 他被接到父母身边一起居住 因为嗓音轻高 周深被选入小学合唱队 音乐为性格内向的周深 打开了一扇窗 令周深最骄傲的事 是小学的合唱队的大队长 还有每次由他领唱的节目 都会得到第一名 他拥有独特的嗓音和极高的天赋 对于音乐事业也是怀着满满的热疹 为了实现梦想 他甘愿吃苦并且从不言败 这样的努力无论放在哪个行业 最终也都会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周深之所以能够走红 不仅仅凭借他那独特的嗓音 还有他那十分朴实真诚的单纯性格 他的单纯并不像有些人 为了红就装疯卖傻 他的单纯是在经历了 世事浮华之后那种发自内心的单纯 他将完美的音乐作品 带给了所有粉丝和观众 对待所有人都是真情实感的 这样的人能够走红是必然的 也相信他在之后的道路上 能够越走越远 从周深的童年趣事中可以看出 他是个淳朴可爱 懂得发现美好生活的男孩子 很喜欢他这种鲜活的气息 都是平常日子里发生的事情 就像朋友之间分享自己的故事一样 这样真诚的周深你喜欢吗 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感谢观看